大家好,现在我会告诉你们我家庭问话的问题。 我爸爸妈妈是从比利时到法国来的移民。 他们结婚了以后搬到法国。 他们两个在不如日出生的也长大的。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23年住在法国。 所以我弟弟妹妹和我都在法国出生的长大的。 但是我们有很不一样的感觉。 我妹妹觉得我是法国人,法国是我的国家。 但是我们弟弟和我觉得我们根本不是法国人。 当然在法国有很多朋友。 当然在这儿我们做很好玩的东西。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。 我们觉得他们和我们很不一样。 所以我们高中毕业了以后告诉爸爸妈妈。 我们去年不想上法国的大学。 但是我们很希望去比利时。 所以现在我们一起在鲁安大学学习。 现在我们的妹妹十八岁。 所以她快要毕业。 但是她的感觉跟我们的感觉很不一样。 所以她去年会上巴黎的大学。 我也觉得她不会在比利时学习。 不会再说荷兰语比利时。 好,因为她的荷兰语很马马虎虎。 她觉得荷兰语没有意思。 所以她只说法语。 再见。